这两个月的改造啊 第一费工的是厨房 第二费工的就是楼梯 和这些边角踢脚线的这些 重新翻新 这个呢 我最初是要用拖漆剂 把它旧漆都拖回来 然后露出木头来之后 再打磨上漆 后来发现会把家里弄得太脏了 那就后面就直接打磨 然后上漆 打磨之后啊 上这个底漆 它这个多乐式的 写的是多功能的 含primer sealer和undercoat 所以这个上完之后 它的粘度和 就是盖住那个底色 那个覆盖 覆盖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副手原来是 历刃房主在上面 各种创作涂鸦 搞得很难看 都是手刷的原来 那我这个完全都是用喷枪 去喷完的 护大门呢 也是类似的做法 就是直接打磨之后 底漆面漆那么去上 可以最后再上一层 clear coat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 法式的这种 稍微粗糙一些的感觉会更好 以为 似乎的 这种 小竹